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陕西山阴县一个幼儿园 因报名人数太多了 日前出了一条新规定 那就是孩子父母双方 依须在县职机关单位上班者才可报名 换句话说 不就是指召公务员子女吗 公立学校难道要为公务人员专用吗 很多网友十分气愤 那么这是干啥呀 小热水不是告诉过大家吗 凡事要淡定 咱也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拼爹的事咱还见得少吗 人家有好爹你还不让人呢 人家就是官二代 怎么了 你还非逼着人家跟咱们一样吗 你所谓的平等 那是对爹资源的极大浪费 所以我认为幼儿园没有错 谁让你爹不是公园的 谁让你家没钱 多改 但是有一点 听说这幼儿园直到事儿大了 就把这个规定给撤了 现在已经面向全社会照着 这是干啥呀 你们没错 是不是继续那么整呗 改了这个规定 可就有些此地无影三百两了 说完孩子的事儿 接下来咱们说说老人 接下来这事儿呢 发生在咱们长春 说裸体老汉扮亚当征婚 日前一名六零后男子 脱光衣服身上仅存一条 类似针槽带的物品 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内 拍裸照征婚 他自称亚当征婚 很有个性 在他旁边有两块宣传板 板上有些他的个人资料 他自称为下岗农民学历 却相当于自学成才的 我说是诗人 发明家 哲学家 很难可专题 没办法 全才呀 传奇呀 神人 这不免会引人质疑 但是我认为这个举措 是在呼吁男女平等 就行你各式各样的美女拖来拖去 还不让我们大老爷们两块两块吗 你想想 大名鼎鼎的甘露露 当年在浴室征婚 一拖成名 咱们长春的亚当叔叔 为啥不能赤裸征婚 更何况 他才带上了自己发明的真操弹 最起码 比那些水性凉花的裸麻强吧 亚当叔叔爷们 我服了 以身事法 回击女性朋友的包裹 但是 有那么一点 这是算裸门的 亚当叔叔是凉快的 可是警察叔叔纠结了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女娲娘娘也玩穿越 之前北京街头出现了一奇女子 自称女娲娘娘 带着古天神识和鉴定术 大家都说这很明显是炒作 但是小略我不这么认为 炒作也得有故意啊 他是想出名 这德性 大家能记住他几年 长相不出众 身材一般般 腹部有坠肉 胳膊像竹竿 是不是 这能够活吗 要说是不是什么商家 让他做什么宣传 但是咱们一点商业元素也看不出来 是不是 这扯不扯呢 哎呀 哎呀 哎呀呀呀 小民伟了 那是咱们买石头的吧 咱们神石嘛 是吧 当然这都是胡扯啊 可是我有一点项不明白 现在人们都怎么了啊 上期咱说了 车膜一个比一个漏 虽然是咱们给他们喷的 但是这不是 是不是幕后商家在做罪啊 因为商家有需求啊 车膜也是被逼的 所以啊 小略我还是比较理解这些车膜 但是为啥街头还一直在再二三出现这种自我炒作的行为呢 而且以穿越为主题的炒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不能按部就班的努力奋斗吗 竟整天外面邪道有意思吗 送你们一句话啊 别以为小聪明会讨人心 更多的时候啊 大家是在看你活了 别以为个性就会引人围观 更多的时候 大家是在笑你扯淡 又到了读留言的环节 网友Lily留言说 小略你好 很喜欢你的一加一 幽默中带尖刻 挥鞋中有警醒 可爱中含气质 真的不值等于二 加油 看好你 讨厌 你前面说的我都懂啊 夸我呢 是吧 谢谢啊 但是最后嗓子是什么意思呢 看好我 不是当我是宠物呢 看好我便宝 是不是啊 我不当你是夸我的 还是夸我的 反正 谢谢你的支持啊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能够按照屏幕下方的字幕提示 参与互动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